第一個關鍵所以以後你就畫關鍵點就是 這個半徑是0到100的亂數 所以這個時候腦袋裡面就會產生一個那個Mass點 Landon 有沒有 那1到100的話 就是乘以多少呢 乘以 乘以100嘛 加1就好了 對對對 所以你已經很熟了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直徑 直徑應該知道 其實就是兩倍的半徑 然後這個是π 那π的話呢 怎麼樣取得π 那你不要打個什麼3.14 那其實就是Mass裡面點π就出來 它有個屬性 就是紀錄π圓周率 那乘上多少 R 不是R2 是R的 有沒有 二次方 那二次方裡面呢 各位也可以想到 剛剛有用過嘛 那你也可以R乘R啦 或者你可以用Mass點π 然後R 豆點2 就是二次方 那再來的話 體積的做法 其實也一樣啦 跟這個一樣也是取得Massπ 然後R的三次方 再除以3 這個就是它的體積計算公式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結果45路之後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那這個剛剛也做過啦 所以第一位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最後做完的大概就是這樣 你可以把那個最後的畫面大概做出來 半徑 直徑 還有圓面積 沒有45路 就是沒有取得小數點第一位之前 取得小數點 還有圓的體積 另外就是說它取得小數點 那最後做出來類似這樣這樣 我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最後做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半徑 直徑 然後這個是沒有 這個就適捨 取得小數點到這裡 後面這個是補充的啦 我看這個補充把它拿掉好了 因為這邊我是有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Mass的其他東西 這個是無條件 無條件什麼 捨去小數點 有點像int啦 有沒有這個Mass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什麼 Rint 這個Rint就是無條件捨去 然後Float的話呢 是無條件 不是跟這一樣 這個是無條件擠位 這個是無條件捨去 兩個是不同的 這個是額外的 我們把這刪掉好了 OK 好 類似有這樣 那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裡面有哪些重點呢 第一個 輸出半徑 所以半徑的話怎麼做出來 剛剛有提到 這個Mass點Random 然後呢 乘上100加1 這個沒問題 那個半徑的話 就是把這個取得的A 然後把它輸出到這邊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 直徑 就是2乘上A 就把直徑輸出 再來就是Mass點Pi乘上 它的平方 然後就是把這個B給輸出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希望輸出的是那個什麼呢 輸出的是 第一位在這邊的話是 我看一下這邊我輸出的那個 0.8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在這邊輸出 那輸出一樣是第一位嘛 所以這邊的話 那就是百分比0.1f 那把B放過來就輸出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想這個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等一下我把Source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題應該比較容易一些些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109題 這個我想參考一下 裡面可能會常常用到的就是 Mass的Random方法跟Pow方法 然後還有就是取得Pi的屬性 那這邊各位試試看好了